《 》 支聯會秘書處今天發布消息指出 香港政治形勢越出嚴峻 支聯會也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 正在獄中復營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及前副主席何俊仁聯名發表公開呼籲信 表示就當前的社會環境 我們認為支聯會最好的處理方案就是主動解散 公開信指德式支聯會計劃9月25日開特別會員大會 以決解散他們公開呼籲各成員團體代表支持解散支聯會 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公開呼籲信 也透過電郵及群組通訊的方式發給支聯會成員團體參考 據支聯會秘書處指支聯會將於本週六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以決是否解散支聯會 由於支聯會是以擔保有限公司註冊 有關解散的特別決議 需要在特別會員大會中獲得出席 並參與表決的四分三成員支持 才有效